《道德经》中向世人泄露了三条天机 只有十一个字读懂了这三条天机 人生将无往不利 第一 动善时 这三个字出自于《道德经》第八章 意思是说行动的时候要把握恰当的时机 抓住了好的时机 站在风口上 猪都能飞起来 这就是顺应天使 第二 大象无形 简单的说就是那些美好的形象或者事物 往往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但是它们一直都存在 生活中太多的人只关注到利益和物质 房子 车子 票子在他们心中永远是第一位的 这就很难看到生活中无形的美好 但是好的东西往往就隐藏在无形之中 比如说精神 信仰 爱情等等 所以说我们在追求物质的时候要多注重精神上的富足 这样才能让我们的人生之路走得更远 第三 大气晚成 鬼谷子说 春生下涨 秋寿东藏 天之正也 由此可见 大自然都遵循大气晚成的规律 人生也是如此 而且大气晚成的事物才是最完美的 成大事者都会经历很多的磨难 这样的人在磨难和困苦中积蓄了能量 这种能量能帮助我们成功成就一番大事业 诸葛格亮乾隆了27年才出山 左宗堂直到40岁才正式步入仕途 任正非40多岁才创办了华为公司 所以不要被年龄所拘束 只要不断的努力 定会天道酬勤 《道德经》可以说是历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他谈天地法则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他谈为人之道 上善若水 水利万物而不争 他谈处事原则 金玉满堂 莫之能守 富贵而交 自宜急救 尼采曾经说过 《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景权 满载的宝藏 鲁迅说 不读老子就不知中国文化 不知宇宙真谛 每个人 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年长的人 都应该好好读读这本《道德经》 于小 它会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在生活中的疑惑 于大 它会教我们用更好的眼光来看待社会 看待世界 《道德经》中最实用的辩证式思维 趋则权 说的是 委屈反而能求全 大的胸态都是被大的委屈称大的 有多大的胸怀就会有多大的成就 网则直 一个人学会弯曲才能够伸直自己 挖则赢 说的是 水往低处流 一个人把姿态放低 才能够变得风盈 避则新 说的是 破旧反而能够生心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少则得 说的是 一个人拥有的越少 新的收获 才会越多 多则祸 则是一个人拥有的越多 他的困惑也就越多 赛王施马 胭脂非福 没有绝对的好坏 一切都处于无常的状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